这是2009年7月 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的真实录像 画面中接受审判的被告就是孙伟明 随着法官的一声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孙伟明精神恍惚 似乎接受不了这最后的结果 被执法人员强行带走时 孙伟明这才反应过来 眼中闪过悔恨的神色 他不禁看向不远处的父亲 苍老而又虚弱 早已经不是印象中精神抖擞的样子 爸爸妈妈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们 终于孙伟明喊出了这句迟来的道歉 而一旁得知 儿子被判死刑的孙父已经满是泪水 他颤颤巍巍地走到被害者家属的身前 跪了下去 求求你们放我儿子一马吧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孙父身影沟楼 又显得那样坚定 早就患癌症晚期的他 一心只希望儿子好好的 可受害者家属哪里会这样轻易原谅 他们的家人死了 可凶手还活着 死刑是他应得的 一想到这里 受害者的家属 甚至埋怨起了这位跪地的父亲 你不想失去儿子 难道我们就想失去父母吗 一位年轻的少年质问道 爱之欲深 则之欲怯 孙父当然对儿子失望至极 可无论如何 他也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去死啊 孙伟明出生在重庆的沙平坝区 他的父母一生普普通通 最大的期望就是儿子能够事业有成 可青春期的孙伟明十分叛逆 不愿意好好学习 和父亲的关系也一落千丈 高考失忆后 孙伟明之身来到成都 那年刚满20岁的孙伟明志向满满 凭借着一腔热血开始打拼 起初的他只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但却凭借努力在成都扎根 最终担任成都一家中型信息公司的销售总监 可以说是是前途无量 功夫不负有心人 年薪数十万的孙伟明 更是在成都市高新区瑞生花园买了一套新房 以及一辆别克的新车 西装革履 成功人士 孙伟明的内心感到十分骄傲 事业有成 生活美满 这也让孙伟明逐渐膨胀起来 2008年12月14日下午 孙伟明参加了孤爷的生辰宴 面对亲戚们的夸赞 孙伟明照单全收 高兴地喝了不少酒 不停地和人吹嘘交谈 我想在亲戚面前抖擞一下 所以想开车送父母回去 这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孙伟明会议到 就这样 他开着自己新买的那辆别克车 将父母送到了火车站 一路上有惊无险 孙伟明有些亢奋和迷糊 就在回去的路上意外还是发生了 非常地对不起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 也更对不起 因为我的这个严重的 违法犯罪行为 对他们造成的伤痛 惨烈的车祸现场 让孙伟明的人生急速下降 入狱后的他竟然丝毫没有敬畏之心 就在2008年12月14日 孙伟明驾驶一辆黑色别克车 行驶在成都市成龙路上 原本行驶正常的车突然失去了控制 甚至走起了S型路线 只听见一声巨响 黑色别克车越过道路中间的黄色双十线 直直地撞向了旁边车道的一辆奔奔 猛然遭受巨大撞击的奔奔 被掀起两米多高 跨越了两个车道 随后倒在了飞机动车道旁的绿化带上 车内的一名女性被甩了出去 顿时血迹横飞 然而 孙伟明的别克车却没有因此停止 反而在道路上急速旋转 撞上了前面的奥托车 接着 别克车继续行凶 直到撞向了第五辆奇瑞车的保险杠 这才停了下来 现场一片狼藉 呼救声此起彼伏 很快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 如此惨烈的车祸现场 让民警都感到了震惊 可以看到 受伤最严重的是奔奔 他的车头已经被撞别 车内一片死寂 到处都是流出的鲜血 让人不忍直视 消防员很快到来 救援行动刻不容缓 然而 车内的人早就被座位死死卡住 车窗的挤压 消防员不得不拿出切割机 将受伤人员和车身分开 被抬上担架的那一刻 就已经有两名伤者不幸死亡 据悉 车内坐着两对中年夫妇 和一个叫戴玉秀的女子 戴玉秀因为离撞击相对最远 经过抢救 捡回了一条命 但却一直待在重症监护室 昏迷不醒 他的左膝关节活动度 丧失达50%以上 落下了终生残疾 另外两对夫妇张景全 和尹国辉 张承秀和金亚民 经抢救无效死亡 两个家庭都有一个独生子 因为这场车祸 两个还在学校读书的少年 被迫接受家庭的破碎 这场车祸 无疑是改变了这几家人的命运 经过检测 警方发现 孙伟明体内含有高浓度酒精 酒驾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更让警方男子置信的 竟然是孙伟明并没有驾驶证 据他自己所说 他相信自己的车技 驾驶证根本不需要 而且自己太忙 没有那个时间 被警察带到警局的孙伟明 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身处何处 留不下任何零星片段 他只记得自己开着车 恍恍惚惚的就感觉天变黑了 醒过来就在警察局 还是在警察的口中 孙伟明得知自己竟然撞了人 然而此时的孙伟明 根本没有对法律的丝毫敬畏 他自认为只要赔些钱就可以了 可那是四条人命啊 不是这样轻飘飘就能接过去的 尽管他不是故意杀人 可的确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年纪十二月的话 就是我死去只有 被积压就有十三年了 父亲奔走借钱 只求儿子活命 孙伟明牢狱后的生活 悔不当初 孙伟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判处死刑 这时的他真正的感到了恐慌和懊悔 在看守所里 孙伟明根本睡不好觉 死亡的威胁让他一度绝望 隔着铁栏杆 孙伟明见到了父亲 拖着病体的父亲 眼含热泪 只叮嘱孙伟明不要放弃 还有希望 即便是真的没有办法 他二人也会下面相见 父亲的话 让孙伟明感动得掉了泪 即便是重罪深陷囹雨 仍旧有父亲为他奔走 求得一份希望 孙伟到处借钱 此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认为 孙伟明不至于被判死刑 毕竟他不是故意的 也有人认为应当重判 因以为戒 一时间众说纷纭 一位曾经接受过孙伟明资助的女孩 为他发声 恳求大家再给他一次机会 而孙伟拖着病体 到处为儿子求情 让很多人感到了同情和感动 于是在众筹之下 孙伟筹集到了一百万 这是被被害者家属的赔偿 另一边 孙伟明也给受害者家庭 接连写了两封道歉信 信中 孙伟明承认自己犯下的大罪 又讲述了自己奋斗的经历 希望受害者家属能够了解 他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的人 孙伟明又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直言对不起父母 作为这个清贫家庭的希望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造成这样大的过错 他并非有意 希望能够得到原谅 一审之后 有律师并不认可判决结果 故意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成立 孙伟明当时已经神志不清 并不是主官想要造成车祸的 在律师的帮助下 以及孙家人的努力 最终 孙伟明获得了被害者家属的原谅 二审改判无期徒刑 身处监狱的孙伟明 十分愧疚 数次写信给被害者家属 表达自己的歉疚和感激 面对社会的宽容 孙伟明一直认真接受改造 十多年的监狱生活 让孙伟明有了更大的变化 即便已成定局 可他内心仍旧是恐慌和内疚 悔恨交加 没能为父母送终 成为了他最大的遗憾 让他们失望了 孙伟明这样说着 他一直渴望能出去 做些补救 为自己赎罪 明天不愧是恐慌 明天不愧是恐慌